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猜猜这个人在干什么 请留下你们的答案吧 这些呀 是葵花籽 这位卖家正在加工葵花籽 瞧 这些都是加工好的葵花籽 也有不同口味的 葵花籽是在我们过年时最喜欢吃的一种小零食 还有花生 我们在看电视时 我们也是边吃边看 在客人来家里时 也不会忘记给客人端来葵花籽和花生 一边吃一边聊天 那样真的会非常的惬意 在我们的街道上 也会经常看到 卖各种各样水果的商贩 这些水果也都是非常新鲜的 我们买这些是自己吃 或是用来招呼亲戚朋友的 这些是糖葫芦 也是小朋友最喜欢吃的 糖葫芦是中国文化里的一个特色 如果你有机会来中国 你一定要去北京尝尝正宗的糖葫芦 新年新气象 回到家了 第一件事情是拿掉去年的春联 贴上新的春联 家家户户都是需要贴春联的 贴春联是避邪除灾 饮祥纳福 也表达的是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愿望 贴完对联后 我们还会放炮竹 放炮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 现在我们开着车要去上坟了 扫墓俗称上坟 是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 祭祖是春节期间的一项隆重的民俗活动 到死者坟前进行祭祀 是表示对祖宗的感恩和怀念之情 有希望祖先神灵保佑子孙后代 兴旺发达 幸福安康 我和我的父亲准备给我死去的爷爷奶奶上坟了 我们会烧一些冥币 烧纸 黄表等 上完坟了 准备回家 该忙的终于忙完了 现在我们坐在一起开始吃年夜饭了 年夜饭又称团圆饭 特指年尾除夕 大年三十的合家聚餐 在外工作的人都会在除夕来临之前 回老家和家人团聚 中国人的年夜饭是家人的团圆团聚餐 这顿是年尾对一家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一顿晚餐 吃年夜饭前先要拜神祭祖 等拜祭议事结束后 我们才开饭 在过年的时候 长辈还会给晚辈发红包 是表示把祝愿和好运带给他们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师傅 新年快乐礼 谢谢妈妈 师傅 您能再给我们一些红包吗 红包寄托的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祝福 问长辈多药 可是不礼貌的 发红包是新年的一种习俗 中国人喜欢红色 因为红色象征活力 愉快与好运 大年初一 是我国传统历法农历当中的新年的第一天 在这一天 会有许多的活动开展 比如纽阳格 武师 锣骨 这些你都会在街道上 或者是公园里看到 这一天也是拜神的好日子 有宗教信仰的朋友们 也早早就去了庙里烧香拜佛 祈求新的一年 健康顺利 在去寺庙拜神之前 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 第一 去寺庙之前 不要吃荤 辛 辛辣等刺激性食物 和别人交谈时 口中有异味 是对对方的不尊重 更何况是面对 佛菩萨 二 进寺庙之前 要提前沐浴 最起码也要将手洗干净 特别是上过厕所之后 三 女生每一月特殊时期 尽量不要进入寺庙 四 女生在进入寺庙时 要注意着装 以朴素大方为意 不要穿着过于暴露 这是对佛菩萨的大不尽 所以在这一天 有很多的人选择 和家人或者朋友 外出到处走走 五 在寺庙内 尽量保持安静 不要大声喧哗 尽量不要照相 给佛菩萨照相带回去 也算是请神了 将神请回家之后 却不供奋 也是对菩萨的怠慢 这个是空中水壶 大家猜一猜 这个水壶是怎样 停留在天空当中的 这里是我们那边的卫河 在卫河的岸上 很多人选择在这里放纷争 因为这里比较空旷 是放纷争的最佳地方 在这一天 我也选择了和我的朋友 一起去我们那边的一个山上 滑雪 在这里滑雪的人还是挺多的 有一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是初学者 也有一小部分是专业滑雪的 在滑雪的过程中 我不知道都摔了多少次 但是还是挺开心的 在晚上 街道上都亮起了红灯笼 特别的好看 晚上的街道上也摆了很多的小吃 味道真的是很不错的 像这个烤面筋 烤肠 这些都是我的最爱 在朋友家吃过晚餐后 我们又开始打麻将了 现在是晚上十点了 我们一起来到广场 放孔明灯 孔明灯又称许愿灯 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手工艺术 接着我们又买了很多的烟花 开始放烟花了 烟花尽情地在空中绽放着 人们也露出了快乐幸福的笑容 好了 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风俗习惯比较感兴趣 那现在请你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小铃铛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